各位網友、遠友、大家好,我是小弟David 跟大家說說英國新聞 今日日期是2022年4月4日星期一 喜歡請給LIKE、SHARE、留言、訂閱、JOYPATREON、加課金 謝謝各位 繼續跟大家跟進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新近的情況 烏克蘭軍隊修復基庫外圍城鎮報查 軍隊入城後不但發現街上滿布屍骸 同時發現市內有多處的萬人坑 無論街上或坑落的屍體都有雙手或雙腳被綁起 並有近距離射擊的痕跡 證明該地平民被大舉屠殺 目前已發現400多具屍體 有消息指出俄軍入城後 凡是手機內有反俄資料或被懷疑反俄都會遭到俄軍無情殺害 真是俄軍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與當年紅軍的暴行一樣 有一個鐵證證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非為了和平 屠殺搶掠破壞才是他們入侵的動機 同時間最新消息是已經找到布查地區市長一家 在萬人坑內的屍骸 消息指出這位女市長因為反對和俄軍合作 所以一家被殺 同時發現她一家屍骸在被殺前有被虐待的痕跡 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指責普京以及俄羅斯軍隊犯下戰爭罪行屠殺平民 媒體亦相繼指出這次俄軍的行為是種族滅絕 亦是一個反人類的行為 有逃離基庫難民向媒體轉述家鄉生活的長者現場目睹情況 說基庫外圍城市被俄軍佔領期間有飲醉的俄羅斯軍人 破門闖入民居性侵15歲少女並且少女母親 只能說這段血海深仇烏克蘭人不會輕易忘記 俄羅斯人在未來又會多一個仇家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直接到視像會議 出席格林美音樂頒獎典禮 呼籲在場人士及觀眾盡能力支持他們 不要保持沉默 要藉著在社交媒體分享及講述戰爭的真相給別人知道 同時他亦說出他們在烏克蘭的音樂森 現在只能夠穿著防護裝備而並非穿美服 之後他亦都呼籲在場的音樂人 用他們的音樂代替沉默 用他們的音樂講述烏克蘭的故事 整個演講不但讚人熱淚也慷慨激昂 所以不用想了 未來的世紀又再次東西方陣營對戰 和平的時間真的太短暫 冷戰的時代又再來臨了 另一方面消息也指俄羅斯將會增兵投入這場戰爭 英國媒體也透露 近來一年普京身邊經常有一個醫生常伴 並且透露普京經常服用強力的類固醇 估計他可能身患惡疾或患有癌症 命不久矣 亦因為他長期服用類固醇 可能引致他脾氣暴躁思想極端引發這場戰爭 跟大家說說國際局勢 因應俄羅斯入侵烏拉蘭事件 芬蘭將會在這星期內決定是否加入北約組織 芬蘭的首相亦透露將會在春天作出決定 他亦承認芬蘭與俄羅斯的關係有了氣劇性轉變 何止他去芬蘭 全國西方陣營都與俄羅斯的關係有了氣劇性轉變 跟大家看看圖片 目前歐洲當中並沒有加入北約組織的 除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之外 還有芬蘭和瑞典 而芬蘭的角色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邊境真的與俄羅斯有接壤 美國的費登總統又再一次老人痴呆 在出席美國海軍最新核潛艇的出航儀式上演講 竟然說錯了自己老婆在奧巴馬時代出任副總統 功績卓越值得他自豪 當然啦其實都是口快快說錯話 不過他說錯話的次數真是非一般人所能比美 總之生活在這個時代真是很悲哀 世界兩大強國的領袖 一個癡呆一個快死又同時出現精神病 真是這話攬炒 沒有辦法 匈牙利總理競選成功第四度連任 這位親中國親俄羅斯的匈牙利總理公開發言時批評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同時表明入侵烏克蘭戰爭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一定會置身事外感華 歐盟真的多得他不少 另外英國外相卓惠斯要求加緊英國和印度的防衛關係 希望藉此減少俄羅斯對印度政府的影響 轉而加強對烏克蘭的援助 以及對俄羅斯的制裁 英國政府內閣亦呼籲印度政府 停止作迫上官自身事外 而在地球的另一邊偉大的祖國又再次站起來 衝速倒鏈不是夢 因為中國已經與所羅門群島達成安全協議 這份超無聲式的秘密協議容許中國軍艦中駐距離澳洲 1000英里範圍所在的所羅門群島 同時中國的武警和軍隊也可以駐守所羅門群島 而交換的條件是所羅門群島將會受到中國的保護 雖然附近有國家反對和抗議 但就無了人民幣在世界的流通性 復活假快到了 新在英國的你有沒有打算出國旅遊 不是和大家賣廣告的 是和大家講新聞 未到放假英國的機場已經首先出現混亂 因為有很多機組人員 已入地勤人員感染了新冠 而未能上班 引致到機場排長龍 航班取消甚至復活節假期間 去到歐洲各國的地點機票價錢大幅上升 英國廉價航空公司ECJACK 據稱因為這個問題 一日之內取消了100班航班 幾日之內取消了220班航班 問你死了嗎 至於英國目前的疫情狀況又如何呢 英國專家再次警告新的變種病毒將會再次席捲英國 而英國醫療系統的危機依然存在 所以專家呼籲市民自律戴上口罩 而近來英國的疫情數據有所下跌 但媒體估計並非感染人數下降 而是因為英國政府取消提供免費測試 所以就少了人確診了 同時間英國國民保健服務也超無聲色地公佈了多幾個感染新冠會出現的症狀 除了之前已經公佈過的發燒發冷、連續咳嗽、味覺喪失和臭覺喪失之外 新增的有不夠氣、感覺疲倦、身體感覺痕癢、頭痛、喉嚨痛、鼻塞、流鼻水、無胃口、吐舌、作口作悶等 所以大家請留意你有沒有這些症狀而去做測試 不過自己給錢吧 英國安德魯王子繼早前的性侵案件官司平息之後 再次受到英國媒體關注 說的不是菲利普親王追悼會上他做攝石人 黏著媽媽走出走入當自己是主人 說的是他透過一個走私軍火的朋友認識了一個老千 然後他收了這個老千超過一百萬英鎊的金錢 當中包括這個老千給了二十五萬磅他的前妻 以及二十五萬磅給他的女兒 媒體說當中七十五萬磅現金贈送的名義是給他的女兒的結婚禮物 英國媒體不僅說這名老千的資金來源是來自詐騙土耳其富豪所得 同時也說這筆錢很可能是洗黑錢的款項 而說到安德魯王子的前妻沙拉收了的錢會不會偷出來呢 他的前妻就說這些錢是他作為一間綠色能源公司代言所得的款項 所以是不會拿出來的 另外一方面 英女王的大孫威廉王子一家 現在就在找地方打算住近些王阿瑪 可能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最初他兩夫妻是打算找私人物業入住的 並沒有想過入住王室的物業 之後又說他們會取締安德魯王子 入住安德魯王子的王室住宅 現在媒體又說他們很可能會入住愛德華八世的住宅 所以就無從得知了 英國踏入4月 基本上生活成本上什麼都會加 而之前英國財相身衛成份春季財政預算又無力變天 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英國眾多工會已經發出警告 說所有生活成本上漲偏偏人工沒有得加 在這個情況下可能會引發工潮或工會運動 所以大家都是買包花生 坐著等待大龍鳳 看看政府如何接招 英國保守黨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吃到椒皮 真是一鑼鑼鑽沾堆信給工黨吃 而工黨黨魁思紀賢也會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他已經開始了地區選舉的競選活動 打算離開5月的地區選舉一舉打敗保守黨 根據英國媒體所說 因為成本激增 目前英國奶類製品包括鮮奶及牛油將會加價五成 同時英國雞蛋供應也會減少 原因是俄羅斯烏克蘭戰爭引致歐洲飼料供應減少 另外一邊商英國的木材也會很可能加價 因為英國其中一個木材入口商 將會停止入口來自白俄羅斯及俄羅斯的木材 在目前戰爭及能源危機的情況下 環保分子反抗滅絕行動又會再出動 之前他已經有人士在電台訪問當中 拿出萬能膠把自己的手黏在咪咪位為奇觀 今次他們又去了希斯路機場那邊 埃索的燃油儲存站那邊 堵塞出入口阻止燃油運訊 而在過去三天已經有超過200名反抗滅絕人士 在當中被捕 而在目前能源及燃油價格高昂的情況下 英國政府堅持減少石化燃油的使用 以入提倡綠色能源 英國媒體評論認為政府的行為是不致的 而英國手上波哥他老人家如何應對民憤以及媒體質詢呢? 他就打算在英國起多7座核子反應堆解決能源方面的需求 說回來 其實他是原本打算加倍地去起風力發電場去解決能源需求問題 首先不說他與不與Term 但這下林鶴才去掘井 真的等他來 民眾不是凍死都餓死了 同時間起核子反應堆到時又有抗議又有示威 真的沒有十連八載都搞不定 首先給大家看一個地圖 英國有什麼地方會起核子反應堆或核電廠呢? 基本上都是會在海邊的 所以大家住裡面的就會有著數 聰明吧 提醒各位在英國的駕駛者 駕駛的時候看到單車友記得保持距離有那麼遠時離那麼遠 同時記得要慢駛 因為英國出了一宗案件 有一位駕駛者他對頭經過單車友的時候 一來他開車太快 二來並沒有保持兩米的距離 雖然車輛經過的時候並沒有接觸到單車友 但是單車友就因為受到車輛的影響 而炒了下去隔壁塊草皮 之後司機就被罰款1000磅 原因是不適當駕駛 雖然事後很多人看回單車友的程塘影片 認為錯不在汽車駕駛者 但是道路交通指引就不是這麼說 所以各位駕駛者小心行人單車友呀 順道提醒各位駕駛者 在剛剛3月25日之後 政府對駕駛者使用手機的懲罰將會加碼 不但最少罰款200磅也扣6分 而最高的刑罰是會到達1000磅以及釘牌 所以各位駕駛者在駕駛當中千萬不要碰到手機 媒體也提醒 雖然失去保險也會加價 所以真是雙重打擊 春天降臨夏天就快到 相信英國也有很多人會大裝修大掃除 但是大家聘請垃圾收集公司的時候就要小心 在英國南部的Cent 就有私人的垃圾收集員被市政府控告 說他隨意放垃圾在路邊是犯法的 已經被市政府放蛇的攝錄機拍到 最後被罰款500磅 同時要監禁6個星期 大家需要留意 你請回來的垃圾處理人員 如果非法處理垃圾的話 作為客戶的你 很可能都需要接受法律制裁的 除了垃圾的處理之外 接下來夏天 很多英國的家長都會隨意地 帶小朋友去戶外的河流 嘻嘻玩水 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讓子女在這些河流游水 並非因為安全理由 而是因為很髒的 英國的媒體報導了 在過去的一年 在過去的一年 英國各地總共有 372533次排放未經處理的污水 到各地的河流或者海岸當中 所以小朋友游游下水 隨時會撿倒筋 都真的不是跟你說玩的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小弟的廣告 如果你需要找人在Linggarland 中部地區找樓、看樓、租樓、買樓的話 可以找一下小弟的 或者需要人家機場來回接送中部的話 請聯絡小弟 在下面有小弟的電郵 請隨時聯絡 多謝各位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謝謝小弟 拜拜